喂,永恒,這倒子了,你要去哪裡啊? 誰叫你騙我啊? 哎喲,不是故意的啦! 你跟我說比賽時間是早上七點,害我一大早六點半就在這裡展大,現在到下午兩點了! 好啦,我知道誠實很重要,我下次不敢的啦! 你現在就讓老闆樂裡面的小男孩一樣,你都騙我三次啦! 好啦,你不要那麼兇啦,先不要做這個,我們先比賽好嗎? 好嗎? 永恒,李潤,上台一舉高! 我們今天要來說故事! 對,而且是你們都沒聽過的喔! 不是啦,今天要講故事,狼來了! 喔,你那講得太苦了吧! 那你現在要誇張一點,才會得名啦!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不一樣的狼來了,叫做一個會說謊和放兩個小孩的故事! 欸,這名叫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沒事,聽到老闆不會發現的啦! 好,你們我們又來了,又說謊! 呃,從前空間有一個小男孩每天感覺一樣善善之巧,日復一日,讓他覺得好一天喔! 於是,他想跟村民開玩笑,就一邊跑一邊喊,狼來了!狼來了! 村民聽到了,便拿著棍棒,上山來打啦! 可是他們沒有看電腦知道,甚至小男孩在說謊,於是就生氣的離開了 第二天,小男孩不一樣使用故事投資,對著村民喊,狼來了!狼來了! 村民雖然很懷疑,但畢竟小男孩已經發出求救信號,即使他們又急忙上山,結果又被騙! 哈哈哈哈哈哈,這些書群真是太笨了!已經再去上當兩次了!明天我再去騙他們!哈哈哈哈! 第三天,出大早! 好! 老! 應該是我聽錯了! 老! 你們有聽到聲音嗎? 有就說有,沒有就說沒有,不要說謊啦! 真的沒有,應該是我聽錯了! 老! 好! 救命啊! 狼來了! 狼真的來了! 嘿,因為小男孩已經騙人太多次了,根本沒有存亏罪相信他! 呵啊! 於是大野狼就把小男孩的羊偷偷吃掉了! 呃! 狼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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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羊都被吃光了啦! 呃! 你看,你怎麼了? 我跟你說,媽媽就做了一個很可怕的夢! 什麼夢? 不是很可怕的嗎? 就是啊! 他們都騙我說沒有啦! 狼裡面就在我後面! 他們都騙我! 欸! 被騙的感覺怎麼樣啊? 你這不是廢話嗎? 被騙家人很生氣啊! 人家也可能只是在跟你開玩笑啊! 開玩笑? 誰在開玩笑? 造成我的損失這樣好笑嗎? 哼! 那你跟我說,你在十點十點十早上 十點還我六點半就來這裡轉這個玩笑 好笑嗎? 對不起啦! 開玩笑要看場合! 要適可而止! 再操作會讓別人不舒服! 而且會讓你變成一個習慣說謊的人! 說謊! 我沒有說謊嘛! 還說沒有! 你剛剛還是要騙評判老師 說什麼我們要講的是不一樣的狼來了 就走一個會說謊的官僵小孩的故事! 唉呦! 我還不是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我們故事太普通 這個故事就是在告訴我們 最要誠實! 對齁! 誠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所以一點都不普通 老師常常提醒我們 知錯能改善過大言 所以我從今天起不要再說謊 我這麼誠實的小孩 那我也要改掉我愛生氣的毛病 也要說話要溫柔一點 嗯! 敏銳 永騰 下台一舉高 時間4分15秒